漫步在淮海中路上 这样的商场跟办公大楼因应而生 然而这一栋新古典主义的大楼更是行物 它是有着清水红砖的外墙 在南北两侧的立面更是向外拉出 显示出它的凹凸立体 可以感受到整个的设计上面是有着沟缝 拉长了它的横线条 让整栋建筑物有雄伟的感觉 栋雄伟的建筑原来是旧上海的法租界 最高的市政组织和领导机构 董指的是董事 因为董事局是由很多的董事组成的董事会 所以叫做工董局 在1909年的时候 工董局在此设立了法国工学 在1927年的时候签字了环龙路 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后 这里变成了上海政府的社会局 教育局等机构的办公地了 对面这栋有着简化的巴洛克风格 它是红砖混迷土结构的 看到它是不是很美丽呢 它是在1989年的时候被上海列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在清末名出的时候 这里叫做上贤堂 后来几经转手 变成在地产商重盖之后 改名为上贤堂 相当知名哦 具有流线型设计的这一栋商场 就是在淮海中路上面 知名的新天地 可以看得出 它的现代设计感很足够哦 很多的圆弧形的线条 让这样整栋建筑物显得非常的特别 圆弧形的设计 本来就是相当难施工 再加上这样的凹凸 拉出的感觉 你就可以看到它当初的用心了 你看还有这样的玻璃彩光 更有着阳台拉出 就是要让光线透进去 还有让人们可以走出户外 那人们你觉得它这样的现代手法 设计是不是很好呢 这一周我们平静的小日子 Goodbye